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前边的课程我们把UISCrowView这个空间 相关的方法以及代理方法等等进行了一下讲解 讲解与复习,我们这一节课再来复习一个空间 UIPG Control,对吧,也就是咱们的分页控制器 这个分页控制器会经常和UISCrowView这类的空间结合在一起使用 对吧,它就是一个十分小小简洁的空间 来标注我们当前显示的界面是在滚动视图中的第几页 可以这样,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我们取名为UIPG Control Test,我们就取名为UIPG Control Test好,然后我们这个UIPG Control实际上是继承于UIControl里的 对吧,我们知道继承于UIControl里的有UiButton 对吧,最最基础的是一个UiButton 也是继承于UiControl里的 这个只要是继承于UiControl里而来的这个Ui空间 这样,它一般都是可以通过EDDTarget 然后这个方法来添加触发实践的 对吧,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UIPG Control的对象 PageControl UiPageControl 好,咱们这个PageControl实际上 嗯,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 from cdrept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分页控制器的分页点都是会放在屏幕的下边 对吧 界面的下边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嗯 self.will.from.size.hit-30 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度就设置为30 让它刚好在屏幕的最下边 对吧 宽度我们就设置为self.will.from.size.with 好 好,然后我们来将这个PageControl 添加到咱们的视图上 对吧 self.will.add.subwill PageControl 这个PageControl默认创建出来应该是白色的点 对吧 但咱们屏幕的背景色也是一个 咱们视图的背景色也是一个白色的 为了便于观察 我们可以在前面先来设置一下 我们当前视图控制器的一个视图颜色 背景颜色 color 比如把它设置为一个红色吧 对吧 好 然后设置完这些之后 我创建完这个PageControl之后 我们还需要对PageControl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对吧 比如说我需要设置它总共分为多少页 设置PageControl分为多少页 PageControl number of pages 比如说我设置为8 让它显示8页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当前选中的事 选中的PageControl中的某页 比如设置当前选中的页码 设点CoreatePage 对吧 等于比如说我们把它设置为4 对吧 当前选中第4页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它UI上进行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设置PageControl 设置分页点的颜色 对吧 PageControl PageIndectorTintColor 对吧 提示颜色 把它设置为一个 因为咱们的背景是红色 对吧 嗯 我可以把它设置为一个蓝色吧 比较清晰一些 然后我们也可以设置当前选中的页码的颜色 前选中的页码的颜色 这点CoreatePageIndectorTintColor 等于如果把它设置为一个白色 WhiteColor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PageControl里面还有哪些属性 其实我们大家在学习IOS开发的时候 要学会阅读头文件 对吧 我们系统的头文件一般会将开发者常用的一些属性和方法都暴露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头文件来更加彻底的了解一个系统空间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我们刚才设置了这个颜色 对吧 然后还有设置了一个分为多少页 还有当前选中的页码 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方法Size for number of pages 对吧 这个里面是要传入一个PageCont的参数 然后会返回一个CG Size的对象 这个方法是我们可以获取到某一个页码点 然后它所在的一个它的一个尺寸大小 对吧 这个东西呃 这里面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呃 还有一个方法 一个是Headens for single page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一个不耳直对吧 这个如果只如果界面上只有一个页码点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这个属性设置为一个to 那么的话这个页码点会被隐藏 就是整个PageControl都会被隐藏 我们会不再能看得到 但如果这个我们设置为force的话 就算这个PageControl只有一个页码点 它也是会进行显示的 好我们可以先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咱们这个PageControl在UI上的一个展现效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下面是不是有这样一行的一个页码点呀 对吧 好其实这个PageControl还是能够交互用户的一个交互的 比如说我现在呃 点击这个页码点的左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页码是不是在往左移动啊 要点击右侧的话 这个页码是会向右移动 对吧 这是这是PageControl的一个呃特性 是可以进行一个UI交互的呃 我们刚才 好我们刚才说这个PageControl是G乘自UIP对吧 所以咱们在点击某点击这个页码点进行用户交互的时候 是一定能够呃用户呃 开发者一定能够监听到这个事件的 对吧 一般情况下呃 是要做一些逻辑处理的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第一页对吧 我现在比如说现在在第一页啊 当用户进行点击的页码点进行第二呃 这个页码点移动到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相应的UI试图 当前的这个试图也应该能够切换到第二页对吧 所以用户需要监听到这个用户的呃 所以开发者需要监听到这个用户的操作行为 我们使用add target 来使这个pg control 能够呃 来来为这个pg control添加一个出发事件 事件pg control add target self action selector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使用selector选择器 来呃 我们可以用通过selector 然后加里面传入一个字符串参数 来呃 传入这个 触发方法 我们也可以这里面直接写这个 把这个触发方法以字符串的形式传进来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可以写为一个 change page 嗯 带一个参数对吧 ui ui control 应问次 当配记 control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会触发的方法 我们在下面实现一下这个 question colder 配记 uipage control page control 好 然后我们这里面可以让它打印一下当前的页码号 对吧 page control.current page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当我点击右侧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打印出了五啊 六七 好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虽然我设置了这个页码点为八个页码点 但是其实其实这个current page这个编号是从零开始的 对吧 咱们在iOS开发中大部分的编号 包括数组了 或者是一些集合了 都是从零开始的 然后我们所以这个page control是从零到七 这样的七个编号代表了八个页码点 好 我们这个page control比较简单 我们这节课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来学习一下page control和咱们这个sicleview的结合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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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